小红书回应注册老红书商标被驳回 目前商标申请正处于复审流程中 11月11日调戏 针对小红书注册老红书商标被驳回仪式 小红书官方日前回应称 申请老红书的起因是法务部在日常商标监测过程中 发现有第三方试图抢注多个 模仿小红书的老红书商标 对此小红书表示 其一面对抢注商标提出异议申请 另一面补充了公司自己的老红书商标申请 以免后续再被抢注在商标提出申请后 资产局会审查是否有在先提交的近似商标 如果有就会通知不回 目前商标申请正处于复审流程中 小红书补充道